大家好 今天是6月25日 星期二 市房仍然拉拉鋸鋸 而且成交金額也持續萎縮 不過最低限度收市 指數 輕輕是靠近10天的平均移動線 稍後再作分析 先看看今天的市房 行指早市先是高開61點 去到18,088點 之後曾經輕輕升到18,231 當然這一分鐘指數是修復了10天和50天線 而且相對20天線來說都是比較近的 但是買盤始終不足 而且零稅沽滑也漸漸的湧現 結果到下午時段 市場曾經輕輕倒跌68點 去到17,959點 還好是有些維穩的買半在維持秩序 當然暫時來說市場 都是拉拉鋸鋸在18,000座的水平 最後指數收到18,072點 相對昨天來說 是叫做升回45點 不過成交加碼 是進一步萎縮到只有873億 6月份的形態不說了 因為直到這一分鐘 仍然是先高後低 由5澳高位18,724 跌到17日的低位17,752點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整個市場仍然在972.5波幅裏面 是走來走去的 值得留意的就是近期的指數 雖然是有少少反覆市低的形態 但並未有跌穿 今個月17日的低位 而大部分時間 指數只不過是反覆穿 在10,20和50天線之間 需要留意的就是 10天線現在在18,074點 50天線在18,102點 而20天線在18,232點 即是說 相對指數今天收到18,072點來說 好像仍然走在三種平均移動線之下 但是 大家相對來說 都是只有一個 百多二百點 即是說只要市 稍微有少少明快的步伐 是略為後秋 已經可以回到 幾早平均移動線之上 直到這一分鐘 市由於方向都是不明 所以成交金額持續還是偏疏 明天 已經是今個月期止轉倉高峰日 照現在這個情況來說 指數可能會在18,000座安水平 進行轉倉甚至結算 不過要計算一條數 就有半年結 即是說 只要稍微有一點維穩 賣本出來 作一些部署 市況 三幾百點的回升 其實應該都會出現 太大的升幅 這一分鐘就不能夠 那麼快下武斷 因為市場都沒有成交 就算你稍微開高出來 有少少抽升的話 之後又怎樣 你的動力又不夠 所以就算有少少回升 技術上只是屬於很細幅度的後抽 我所說有波幅而沒有升幅 有反彈 不過沒有大升格局 到六月底到底指數是多少點 過了七月份現在當然不知道 我就當你在現水平高一點 即是去到七月初旬 市可能仍然維持 不升又不跌的 局勢 直到 有甚麼好的躍印出到來 令到大市稍微有明快的上升步伐 當然不知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況 還要看成交金額是否配合 以現在這個大市 就算少少後抽 我想 勝幅都是很有限 與其是這樣的 就不如暫時 稍作觀望 等等 看看算數 大家好 今天是 六月二十五 星期二 故事 還是反反复复 而且 成交方面 還是比較少 說真的 在目前這個情況 就算是股數稍微有一點點的上升 我覺得還是有波幅而沒有升幅 有反弹而沒有大勝 好啦 先看看今早的情況 恒生指數早段先高開 六十一點到一萬八千零八十八點 曾經一度稍微上升到一萬八千兩百三十一點 在結分中指數當然是 已經回升到十天跟五十天線以上 說真的 也輕輕地 碰到二十天線 可是 由於買版還是不太足夠 結果 在故雅一點一點出現之下 故事又再反反复复复 到下午三點左右 指數已經曾經一度是 低減一萬七千九百五十九點 相對昨天收視來說 結分中指 跌了六十八點 可是由於指數大部分時間都是 整股在一萬八千點左右水平 所以 就算是稍微上升跟下跌 其實 分別也不會太大 畢竟 雖然說指數暫時還是抓著一萬八千點左右水平 可是沒有太大的動力 變成說 就算是股市稍微做好一點點 可能很壞 它又會 稍微反复 所以變成來說 市場的 氣氛還是比較保守 直到目前為止看起來 大部分投資界都採取這個觀望的態度 好了 明天已經是這個池子 賺倉的高峰期 應該說這個星期四才對 是這個池子結算二 到星期五就是場外的顯身工具結算 當然也是半年節 所以 的確是有一部分的投資界 還是有一定的憧憬的 希望在維穩的買盤 支持之下 未來這幾天股市可能會稍微做好一點點 可是 直到目前為止 大家應該看到 這個星期 股市的成交一直很低迷 等於說是沒有動力 所以就算是維穩的買盤 稍微有一點點的布局 故事也只能可是 在這個 淡政當中 稍微做好一點點而已 其實來說 分別不大的 好了 六月份的股市 波幅真的很少 到最後 會不會有 有沒有更大的波幅點 現在 看起來 機會是不是沒有 可是可能還是不太高 指數是從五號的高位 一萬八千七百二十四點 跌到 十七號的低位 一萬七千七百五十二點 曾經一度稍微反斷到 六月二十號的高位 一萬八千五百二十點 可是沒有辦法再推進 結果股市又再反复到 昨天的低位 一萬七千七百八十九點 等於說 從走勢方面來看 這個好像是出現一個小雙底 可是暫時我們還是要等 直到 韓正數數 不管在哪一天 能夠 成功 勝破一萬八千五百二十點 才可以說 這個小雙底已經出現了 不管是怎麼樣 就算是這樣子 在那一分鐘也要看看 股市的動力有沒有改善 要是成交方面還是九百到一千多億的話 說真的 就算股市稍微做好一點點 也可能只是有波幅 沒有勝負 有反彈 而沒有大勝 唯一要說的就是 指數 既然能夠 抓著一萬八千點這個水平而不下 等於說 最低限度股市好像是不會出現 怎麼樣的 大幅度的 下跌 對 抓獲比較多的投資者來說 這個一點是很重要 可是還是要看成交 說真的 現在這個動力 就算是股市稍微 有一點點的上升 我覺得 最終還是會反復不明的 好了 下午分期 就說到這裡 大家記得給like 留言 訂閱 按下鐘仔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話 歡迎可以按下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 多謝 來 多謝 偶像 非常 寶藝